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是想都不敢想 我们红娘小天回忆说呀 第一次见到胡大姐的时候 能明显的感觉出她的拘谨 交谈时呢 大姐整个身体都是紧绷的 甚至呢有些发抖 大姐的语速呢也很快 仿佛啊想赶紧把话说完 然后回到自己的安静世界里 当问到这个择偶要求的时候呢 大姐呢更是直言 说自己条件不好 这么多年呢 也从没有跟异性说过话 好像对她来说呀 没有选择别人的机会 只有被接纳的机会 胡大姐这些年 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 才能让她如此的不自信 她曾经的婚姻又是什么样的 今天的相亲 胡大姐能否找到一个 能认可她 给她自信的另一半呢 咱们赶紧来看看吧 你好你好 咱坐坐坐坐 别客气 坐坐坐坐 哎呦咱这人不少啊 你给我们 那两次朋友 您相信咋还想 带这么多人呢 自己也不太好意思呀 自己紧张 自己紧张 您们今天在这儿 亲友团人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家也老唱歌啊 真的 我上次跟你打电话 您不是说吗 说那个自己喜欢唱歌 那个KTV啥都平常来吗 KTV啥都平常来吗 KTV啥都去过一次 就去过一回 对啊 跟谁去的呀 跟表妹 也是跟表妹去的 对啊 行 那这回咱就那个正好聊聊天 然后正好看看你唱的好听不 坐坐坐坐坐坐坐 坐 对啊 咱平常自己唱歌多吗 就自己唱啊 啊 自己唱歌多 在家里边多 还是在那个KTV这都多呀 在家里头多 那这次算是个突破了 对 第二次 第二次来了 嗯 啊 这么的 您拿个麦粉 嗯 然后呢 我给您点一首这个牡丹之歌 嗯 哎 你那个好吃 我给您点吧 你就唱 行吗 行 我听听你唱的哪样 啊 我听听你唱的哪样 终最显然 啊牧丹 终想过你最壮观 那个我看你唱的挺好的 为啥不自己多跟外面人 大家一块一起唱呢 叫叫朋友啥的 不好意思的 挺不好意思的 那你平常就自己 就是干啥都是挺不好意思的 是 那这样咱的那个歌也唱完了 然后咱俩呢接下来找一个就是 踏踏实实的一点 咱俩那个让我简单了解了解你 你看行不 行 这一首牡丹之歌胡苏燕唱的是真不错 能看得出来 她日常生活中就非常喜欢唱歌 可是从她话语里我们也听得出 她是第一次自己来到这样的场所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导致她一再压抑自己的内心想法 竟然连唱歌都成了奢望呢 咱刚才不是在那个KTV里 我看你唱得不挺高兴挺开心的吗 能看着你挺愿意唱歌的 挺爱唱歌 然后那个感觉你自己唱得就挺好的 为啥就是不太愿意展示自己啊 对就是真不太自信 因为人家都有劳保嘛 因为我们有劳保嘛 这第一宝就感觉就是 比人家就像第一的 就感觉那个心理 现在我听那个看见事不也是 一般都要求那个医保都是那个 想当外里头 我要有的话 也不能找个下这么费心 真的 觉得自己经济基础上没有别人高 可能相对来说 对就是就感觉自卑一点 多少有点自卑 我是那个离异点 就是我们过了整七年 因为没有孩子 那个离婚 那我看您就是之前跟这个爱人在一起过的时候 俩人都挺好的 各方面感情 挺好的 那挺好的 咋还能因为说没有孩子就离婚了呢 不应该呀 就像困惑的 是 就感觉 啥都是 就是好吃的都可他 但是上班嘛 辛苦 那你出自你本心的 如果没有这方面原因呢 因为这方面原因就平等 这不就是干啥 就是以他为主 那你会不会自信一点 就是说 这个以别人为主 以习惯了 好像自己想争取点什么 都不太好意思那种 是 不自信 真的不自信 是 其实我觉得咱应该自信起来 因为我觉得你看您自己喜欢才艺 然后又爱唱歌 其实性格挺开朗的 不用那个啥 是 我性格还可以 对 性格挺好的 胡苏彦的经济条件一般 这让他总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再加上没有孩子 更让他觉得自己亏欠前夫 这才让他养成了与人相处不自信的情况 但是从他的话语里 我们也不难发现 这是一位非常热爱生活 性格踏实 擅长持家的顾家好女人 这家里面是不是老干活 经常那个 收拾卫生啥 收拾也不错 对 我要是 一般说都是 那个 地一般 一般一遍 有些说 那个 基本上 要是干啥的话 都是两遍 早上推一遍 往上推一遍 那您拖地的时候 是用手 就麻布擦 还是拖不拖呀 拖不拖 我买一遍地方就是带用手擦 就是用小麻布擦一擦 各个 格拉卡里 像我那个 什么包饺子 打饼 生满头 就是面食 我做饭还特别好吃 我做饭也会做 真的 那您愿意吃面食 愿意吃这个 我面食吃得多 面食吃得多 愿意做饭还会做饭 对 我还会做饭 那您正点是把过日子好受 我就是实实在在过日子 别看胡苏叶 性格有些内向 可是谈起家里家外这些事 就没有一件不是他拿手的 做饭 收拾了一声 那都不在话下 而在他的心底 对另一半的要求 也非常的务实 我要求身高1米7到1米75 身体健康 比如房间 有老板 工资2500到3000 身体好一点 没有三高 不抽烟 少喝点酒还可以 正经过日子 就是实时在家一件 不要花出柳树那种 因为我是实时在家 过日子人 不会说是 想要今天过你过了 刚才看你不好 明天就走那种 不是那种 就是实时在家过日子 找这种 正经时日过日子人 那个是这样 我看您就是自己 这个要求定的都挺明显的呀 就是您自己心里有想 我就是按这个标准的 是 我说你心里自己 有想要的 有想 有自己的要求 为什么 就是每次不直接说出来 还是 就是我要打电话 拿起电话 就是心情有点紧张 就是 跟男生人转件 没打过电话 这回是跟 我现在从红娘上的第一回 是不是 那您是习惯 就是把什么东西 都放在心里头 是不是 也不太愿意 跟别人去表达啥的 是 会这样是不是 对 那行 那您这个要求啥的 我也都了解了 没有糖尿病 没有三高就可以 身体好一点 身体好一点 红素院虽然有些缺乏自信 可是红娘 也能看得出来 在她的心里 已经有了一束光 在悄悄亮起 如今缺的 只是一个 能给她自信 打开她封闭内心的人 带着她的期望 红娘来到了 同住在辽园市的 阳光大哥冯永海的家中 老师师傅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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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人呢 你家这真干净啊 自己总收拾啊 哪里还能收拾 乡亲对象 冯永海 年龄61岁 身高1米75 体重170斤 辽园市人 丧偶 自来水厂退休 退休金2700元 有一女儿已婚 名下有70平米住房一趟 一天收拾几遍呗 一天呢 早上一遍 晚上一遍 晚上一遍 天天整两遍 对 我看到老师 他总吃饭 那个吃饭 应该吃三对呢 三对 天天都吃 天天三对 天天做 那没啥 这就吃点 就做点饭 你给我看看没 看 看 出房 这边有出房 有点大 这是燃气的 还是电动的 燃气的是不是 现在是没气的 他还没整 你听你说 整没整到现在 今年刚弄啊 嗯 而你边回来 钱不钱 不回来 一般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回来 没有时间回来 哦 一天老忙了 我看他做点啥菜系 看这冰箱 那不小啊 新天 有个啥 这自己买的 还还还 还估计买的呀 都是个买的啊 这次冰箱啊 都是个买的 冰箱也自己买的 冰箱空调 都是个买的 啊 那整的真挺好的 我看这都有点啥 这是个香 海米 哦 干豆 嗯 还愿意喝茶 你愿意喝茶 下面就是土豆 下台椰 椰子 椰子 啊 鸡蛋和鹅蛋 冰箱海是个热爱生活的人 房子是自己亲手设计的 家里的卫生 一天要打扫两遍 日常三餐更是顿顿不辣 甚至为了提高生活质量 他还买了超大的冰箱 把各类蔬菜购置得一应俱全 当红娘问他是如何一个人也做到日子过得如此充实时 他却说出了自己的难处 这是为什么呢 今天我家孩子老忙了 下班就得救他这时候 忙啥呀 听见就听着沙发 他说我那些 我那些 整蒜眼皮的 纹眉 味道 对 纹眼线的 又没减 减肥的 开这边的 哦 要不下班是八九点钟 这就晚了 哦 我家孩子过年回来 要么有时间 这平常您过去看的吗 嗯 我姑爷的在家里也没有时间 都忙 对 那你小外孙子呢 小外孙子上学 现在是初中忙 对 今天开学二年了 可能 初二呢 对 平常下放学的时候 也得班写点高 他得补课 那我看咱们在家 就除了这个 到点儿做饭啥 那就是大一只 没别的事 是不是 我自己的 一人也顾不上了 咱说并不是来学一年 做 你们就是俩人是吗 做饭弄个磁 什么互相 比如说来做饭 谁做 就骗你子人来做饭 谁有时间 谁就做呗 是不是 冯永海的爱人 三年前因病去世 女儿在长春经营自己的小店 也是非常忙碌 冯永海不希望 由于自己的孤独 打扰到女儿一家 所以他尽量丰富自己的生活 努力把日子过得红火 就是希望女儿工作不忙时 能回家住上一段时间 可是孩子们 还是由于工作太忙 没有时间回到家中 久而久之 这才让他有了找个伴的念头 找一个老十八点 我不能找渣乎 画少一点的 对 为什么 找渣乎 我问什么 我就不想补得太练之声 你找个渣乎的 我先找个老十八点 就和咱 扣好后患上就行 是不是 咱都六十的 六十一的 我看你们俩人在一起 更多的不就是互补吗 找一个太老实俩人 在一会儿都不愿意说话 咋想的 那也能闹壳 我也听到闹壳 那我看您对生活的各方面要求这么严格 那对那个另外一半 哪里有没有什么更严格的 也没有什么太大要求 这那时候 人家来了 咱差不多 也不能说这么干净 那差不多都跟哪些 这干净 太干净是属于洁癖的 女方跟您差不多 对 卫生这方面 那也非常太女的 她咱不咱心 她女的也不行 我感觉一般人都比不上你 这一家一天擦两遍 他就拿马步擦 我也不擦 我的脖子 我也不打吐 我的手 就是脚骂 擦蓝 我就跟脚 来个蜜 一块拽 一块拽 那卫生这方面解决 那做饭呢 俩人一起做 做饭谁有空谁说 他想看这事的 这边看着干啥的 往我去做也可以 不能说 就是挤那人的做饭 没有弄 俩人的饭好做 别人那一切啥呀 我呀 啥都我吃 我啥都整 我都吃带馅的 面食 对 包饺子的呢 包菜的 烙酒的盒子的 那我都能做 喜欢吃面食 对 哦 我没做种包饺子 已经越得 这么说 都包括五七六回 就得 这一番了解下来 俩人还都是把过家好手 真是越看越合适的 记号哈 53号楼 下回自己来 认门 你下号楼啊 对 下回认门 你就能认明白了 一单元 对 走吧 601 哎 哎 哎 请进 请进 给二位介绍一下 咱是那个姓冯 叫冯叔叔 这位是胡 胡阿姨 啊 啊 走吧 嗯 离我们简单逛一逛 没事 啊 走吧 走吧 啊 这是咱那个收拾家的主屋 平常叔叔不懂在这屋住 总在内屋住是吧 嗯 嗯 在衣柜里边收拾的被儿干净 刚刚我们都看过了 给你们展示展示 看是不是叔叔挺干净 啥都没有 看 留干净 怎么搬出汗了呢 哎呀 我也不能说 啊 听不懂我一瞅 我还说 我跟着端个板 那不行 那档子 绝对不够 我穿的书也不行 咱这么说 你怎么也得差不多 人上哪 不也有几套衣服吗 酷了咱这衣服 还不得有个几套 你这穿的书也不行 再说 上哪 他领不住手 你别看我长得丑 你怎么穿那 你也差不多 挺好的 刚见我感觉挺好的 然后那个 我看那个 就互相给你二位介绍的时候 你俩二位都 不太能说话呀 是不是 感觉 就是 我有点紧张 还是有点紧张 我也打开心 我想 还希望走出去 做点做点自己 再次做 再次自己 俩人刚见面 蜂蜂蜂蜒 蜂蜒还显得不太热情 在他看来 胡素艳的外貌 并没有达到自己内心的标准 而胡素艳 却对眼前的这个男人印象不错 他觉得 俩人可能是头一次相识 极有可能是由于对方 没有发觉自己的好而造成的 所以他觉得 要为了自己的幸福 努力一次 我是第一个 离婚 离婚35年 离婚35年了 离婚25年了 25年了 太紧张 离婚25年 因为没有孩子离婚 我们结婚就没有房子 一直就是也是住房子 我离婚之后也没有房子 就是都是在 一直在住房子 离婚之后他就走了 我们也没有联系 我也打过 在这个羊毛厂上修了花 也在饭店 是行人家打过 一直就是打零工 但是心情也挺高 别的要求也高 现在标准也降低了 我叫要早10月10日过日 不抽烟 少喝一点酒还可以 喜欢做点身体 我经济60亿 上午的老伴没有4年了 今天10月份退休 以前就上班 是在厂的上班 后来厂买乱了 我来就退下四宝了 我来上公寓岗位 公寓岗位 我来自己要教 最好学 你家孩子呢 孩子自己后来在上屯 一个孩子 一个姑娘 挺好 身体状况呢 身体状况行 没有三宝了 没有 团业病呢 三宝没有 没有团业病 还是谁 不用紧张 该说它就说不定 你家那个 孩子呢 孩子自己后来在上屯 一个孩子 一个姑娘 挺好 胡宿岩是头一回相亲 明显有点经验不足 面对自己的心仪对象 她也不知道该如何主动 跟对方挑起话题 只能有一单 没一单的询问着 对方的基本信息 面对如此情况 红娘赶紧主动说起了 俩都爱做饭的事 这一下子她俩 能落到一块堆去了吧 我知道那个咱叔叔 平常特别愿意做饭 反正一人三顿饭炖炖不辣 我也是 基本上不吃剩饭 就炖炖炖热 对 但是刚一个这个 黏嘛 就是一天三顿饭 对 就是挺平常 对 但是各一个难逆 难逆正面 就是 就是那个 不错 好难言 反正我都包饺子 一家没什么饭 我一吃个宠宝 一六月都包个 五七八回的嘛 男人真的一边都在外边吃 不愿意在家做三顿饭 这基本上 都在家 我吃个怎么做 我拿做饭不当回事 做饭做面丝 还行 是我也喜欢做饭 都是个做 一般的做饭也不能飞进 男人很少 男人一般在外边吃的多 自己做的 这些少 所以为什么你要坚持 我到外吃也是不好 我的饭店吃也是不好 在自己家里做 就是健康 但是还省钱 除了上街的以上 实在是 过了饭点 没办法的情况下 我才能在这个街里头 是买点啥吃的 基本上能赶到家 我都是回到家 自己亲手住 然后下一碗挂面 然后切点白鱼丝 什么土豆丝啥的 就把你吃的 营养健康 我就做饭都行 一般的 我找个人在这吧 也别说的 就找一个 说话挺温柔的 别说炸骨的 什么事 我就 大上门的我也接受不了 这俩人只往一个心 往一个 往一处想 说也别说分出过日 也别分出你我了 对不对 能得来 就在手上一起 才能往一起过的 资格的玩意 现在过的话 再说 也挺苦难的 你得找这一辈 不是一天两天的 这是过日 两个人必须的 人家还得同心合力 人家互敬互爱 宽容严耐 互相抱拥 互相理解 就达到这一点 才能真正 两个人能过行 幸福一生 你俩总在这儿去 也不行 对不对 那不是一年都少的 那在二十年 后半生 还有二十年 过日这边我了解的 那那个啥呢 平常生活上呢 或者脾气上呢 我看你俩人 没我没脾气 你俩人家我老板前 我也没有脾气 俩人家这些 不红脸都 性格真天好 我性格多少 我点脾气 但是我不会发大火啥的 是干脏啥的 有什么事 你俩还得共同 你俩还得沟通 是我的错 我承认错 不是我的错 你俩还得是你错 你也得承认 都得互相理解 互相包裹 以前你没上班了 上班就是 给个人打工的嘛 你俩没有老板呢 给个人打工 不是 这都是给小厂啥的 你家原来是哪的 我家这是 农村 你看我说 要是什么都没有老板 那这城市都有老板 我们这边 现在吧 你就到时候差一点补 完就交个四三四万 你没有老板 现在没有网上 已经不行 他说他可以做饭 做这做那的 那都 嗯 这一点也有点优点 我这人来打呢 其实我们今天说 你换个做饭 谁都问谁做 你不做我就做 像他可以上班 最后我和他走向一起 可以上班 寻找到共同话题的 胡宿愿 终于开始慢慢跟冯永海 聊了起来 通过交谈 冯永海发现 这是一个朴实 会过日子的好女人 而他的态度 也慢慢发生了改变 不过 虽然印象改观了 可是此刻的他 却又十分担心 俩未来的生活保障 这次胡宿愿 是否能顺利解决呢 没有钱交 也没交四宝 四宝现在可交不起 现在钱太多 嗯 一个也好 一个也不少 对 十三十万呢 现在可交不起 大伙姐妹一臭 也得交过老板 你看没有房子 没有老板 没有老板 三十万 大伙姐妹一臭 谁家不都有 人家 人家都有 也有人家家 生活嘛 不像说三万两万 因为我觉得 你钱不钱 其实不是太重要 三八 到时候你又 钱的工资还吗 有个地方 生活费力度呢 通常咱解决 生活状态 其实也还可以 还是更多的 注重生活质量 才是还好 对 对吧 你的钱多了 少了啥了 其实多少钱 不再有钱多钱 都花了多少钱 你两个仇丁的顺眼 最新时日过日的 你两个 别大量弄主意 什么事 都自己随算 两个人 既要结合到一起的话 就得是 什么事都得 互相商量的来 我就是走 就是这样子 我也不是 除以谁 除以说 非得花你钱 就是 你俩吃穿 南方管就行 不要说是 非得跟你的钱 工资卡到我手里 我不是那种人 人家经济方面 能生活的公共就可以 你带有多少钱 我这人不够花 我相不容易 那样的 也是 不行 我一心里没有老板 他就一瞅吧 我说话 他在这一两天 我俩胆子不是一个胆子 就感觉生活不算一个品质 你是这么想的对吧 对 那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我感觉 阿姨这个品质还挺好的 你感受到了没有 对 我知道 我是才这么说 好像有话 不想 不是不想表达出来那种 就是在心里撞的那种 那你生活当中更愿意跟什么样的人去接触 我愿意就是还是把那个心里的话说出来 这种也接触 你觉得这个 互相好沟通 咱叔叔是这样 不是 他是那个心里有嘴不说 爱藏心事那种 对 心事太重 我不是他理想的目标 没看上我 就是说还是 或者是演员方面 或者是其他原因 这我就不清楚 那有没有想到就是再争取一下啥 不争取的 因为他你就是 那什么 那个没有 看上我吧 我是有感觉到的 一开门那一瞬间 我就感觉到了 不那么热情 礼物方面 欠去 相信只是改变生活的第一步 对 以后遇到更好的人 自己日子也能过得更好 对 看到最后大伙发现 别看咱们胡大姐嘴上不说 但是心里看得明明白白 冯大哥有退休金 有稳定的住房 还有儿孙绕戏的天伦之乐 在生活水平上 两个人确实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在相亲的时候 大哥对于胡大姐的 不看好 胡大姐呢 都能看得出来 她也习惯了这种 被质疑和否定 但其实啊 我们的初衷 真的是为了帮大姐 树立自信 你看她喜欢唱歌 爱好文艺 我们真也希望呢 她能够勇敢的走出暗淡 走到有光的地方 大声笑 大声唱 我们希望呢 她能找到一个 能欣赏她 肯定她的另一半 胡大姐的人品善良 这些呢 都是她的优点 希望大姐呢 再接再厉 您放心 只要你想找 我们乡里乡亲呢 就负责到底 大哥大姐都不错 但是之前单身的你 如果相助了我们今天的 冯永海 冯大哥 胡素艳 胡大姐 就赶紧联系我们吧 乡里乡亲的报名电话 还有微信 二维码都为您准备好了 随时恭候您 好了 这期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她有情有义 为了给妻子治病 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她任劳任怨 为了不让孩子受苦 像陀螺一样不停的忙碌 当闲不住的男人 遇到勤快的女人 他们的乡亲 又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不管出事什么 或者是花钱什么 或者是这个 不管哪方面吧 都得让人家随心如意 这就叫安心了 向里